在四川的洛水这名28岁青年 再度续起了他和慈济的缘分 罗辉是汶川大地震的受灾户 在当时慈济设立的热食服务站 他就自愿来帮忙 直到服务站撤离 他才离开了家乡 到北京找工作 而在过年前 他再度回到了洛水 看到熟悉的蓝天白云 又在当地服务 罗辉也再度的当起了职工 他还希望这次职工背心 能穿一辈子 穿着职工背心的罗辉 在慈济活动会场上 忙着招呼来来往往的民众 就算再怎么忙 脸上总是挂着浅浅的笑容 而且还不忘双手合十 祝福民众 弯腰点头 这是罗辉在慈济人身上学到的 他说去年曾经在洛水二小和永兴公园的慈济服务站当过职工 前后将近三个月 直到服务站撤了才到北京找工作 这次回到了家乡 又看到熟悉的蓝天白云 说什么也要贡献自己的心力 不想愿意离开慈济嘛 但是都想来到这里 就不想放弃这个机会的 这次只要有时间我就会来到这里的 尽管好一阵子没当职工了 但罗辉一下子就抓到随时补位的感觉 正当职工们在前头忙着办活动 后头的厨房相机缺了人手 罗辉就马上到厨房帮忙 帮慈济挺好的 这样子挺快乐 因为他在这里帮到很多的 给我们也很多快乐的 做慈济有很多的快乐 所以这次再度接触慈济 罗辉也有了新年新希望 我的心愿也像是 就像慈济人那样 嗯 帮助别人 罗辉在这第二团的时候 我们就认识他了 他在我们的热食提供区 担任我们的相继志工 虽然这样这么长的一段时间 没有看到他了 可是当我们这几天 在碰到他的时候 很感恩他好怀念我们 一直还要想到说 到我们实际这个团体进来 只要原生不怕原来的池 罗辉的发心力愿 让自己未来的人生走得更踏实 肖世晴 欧阳光辉 四川 洛水报道